黄斑布病变 黄斑布病变是现代人师民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在看到黄斑布病变这个疾病之后 都努力了再补充叶黄素来预防这个疾病 虽然叶黄素也是影响黄斑布退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我们台湾很多的深色的蔬菜水果 都含有很多的叶黄素 所以每天只要吃一碗的深绿色蔬菜或是一颗蛋 其实就可以补充叶黄素 老年性黄斑布病套发在60岁以上的族群 年龄是主要原因 而遗传、抽烟、高血压、糖尿病等等 或者是眼睛过度曝晒在强光 也会引发老年性的黄斑布病变 因为黄斑布是位于视网膜的中心 是我们最重要的视觉中心 如果出现了水肿、出血等病变 不但我们的视力会严重的受损 而且可能会造成失眠 老年性黄斑布病变可以分成干性的病变跟私心病变 干性病变目前的退化很慢 老年性黄斑布病变干性病变也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有一些保养的方式可以延缓它的退化 所以到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戴太阳眼镜 控制高血压、戒烟、注意摄取含有抗氧化物的食物 保持营养均衡等等方式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健康 每个月施打一次就可以抑制我们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 大概八成的病人在治疗后三个月内就可以慢慢地改善视力 不过目前私性的黄斑布病变 如果在两年内你没有治疗的话 大概95%的病人可能会失眠或恶化到0.1以下 通常它是单眼发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另外一个眼睛遮起来 然后单眼检查才不会忽略了这个病变的发生 如果非常严重的时候 甚至有所有人脸的五官都可能会看不清楚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连自己的亲人都会认不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地提高警觉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目前这些私性的病院还是可以治疗 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是不会失眠的 所以平常自我检查也是很重要 只要经常做睁一只眼、鼻一只眼的自我检查 就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疾病 譬如说我们可以透过家里的磁砖或者是棋盘等等 有隔线的这个物体 看它会不会扭曲变形 或者是中心的视野有没有看到固定的黑色斑点 或者是早期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阅读有困难 甚至戴了眼镜之后阅读还是有困难 或者是阅读很吃力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除了自我检查之外 也要每年一到两次的专业检查 来发现这样的疾病 并及早治疗 挽救我们的势力